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能靠父亲一个人在教会做工补贴家用 日子过得很是艰难 年少的阿里从小小年纪就开始帮助家里做事 一天她去休鞋匠那里取妹妹的一双旧鞋子 鞋子已经破损得很厉害了 可因为家里没有多余的钱再买新鞋子 只能缝缝补补再穿些日子 取完鞋子的阿里又来到市场帮妈妈买一些土豆回去 然后她顺手把鞋子放在了菜篮子底下 因为阿里没有钱只能赦账 老板就让阿里挑最破最便宜的土豆回家 阿里蹲在地上挑土豆的时候 一个捡垃圾的老人意外地将阿里放在一边的鞋子收走了 阿里挑完土豆回头却找不到鞋子了 她惊慌失措还弄翻了菜篮子 之后阿里伤心害怕地回了家 在家门口房东再逼妈妈交房租 懂事的阿里不想给妈妈增添负担 因为她知道家里再也没有多余的钱去买一双鞋子 所以她没有把鞋子丢了的事情告诉妈妈 可是当阿里把鞋子弄丢了的事情告诉妹妹的时候 妹妹伤心地哭了出来 因为这是妹妹唯一的一双鞋子 阿里心里也十分地难受 因为没有鞋子 妹妹就没法上学 她要求妹妹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妈妈 并答应妹妹每天上学的时候 可以穿自己的鞋子去 然后等妹妹放学了 两人再换过来 为了能让妹妹同意 阿里把一支新铅笔给了妹妹 妹妹只好委屈地答应了哥哥 第二天一大早 妹妹穿着阿里的鞋子去上学 放学以后飞奔到和哥哥约好的巷子里 把鞋子给哥哥去上学 阿里马上穿上鞋子 急急忙忙地跑去上学 但是无论她跑多快 也总会迟到 由于鞋子太大 妹妹跑起来很不合脚 一次在跨越水沟的时候 把鞋子掉到了水里 多亏好心人把鞋子捞了出来 这样阿里又迟到了一次 被教导主任抓了个阵着 警告阿里这是最后一次迟到 一天 妹妹放学后 发现一个小女孩穿着自己的鞋子 她一路尾随女孩 发现了她的住址 然而却耽误了和阿里换鞋子 当阿里急急忙忙跑到学校 又一次迟到了 教导主任二话不说 就让她退学 这一幕被班主任看到 她对教导主任说 阿里是一个聪明学习好的孩子 在班主任的说情下 教导主任才留下了阿里 等到阿里放学后 妹妹带着她来到了 穿着她鞋子的小女孩家 当她俩看见小女孩的爸爸 是一个盲人 他们的家庭比自己家还要穷困 善良的兄妹俩打消了要回鞋子的念头 市里面举行长跑比赛 阿里看到季军的奖品竟然是一双鞋子 于是她去请求老师也让她参加 回到家后 阿里高兴地告诉妹妹 自己去参加长跑 一定能拿到季军给她 赢一双鞋子 比赛当天 其他孩子都是名牌运动鞋 和家长们信心呵护 只有阿里是一个人 默默地把鞋带系紧 阿里拼命地奔跑着 每当落后的时候 她的脑子里就会想到 妹妹和她换鞋子的场景 这一切给了她动力 让她不断向前 她同时也在不断观察对手 努力把自己的位置保持在第三名 眼看就要到达终点了 阿里被绊倒了 她生怕自己拿不到名次 爬起来不过一切地向终点跑去 没想到 事与愿违的 第一个冲过了终点 得到了冠军 主任和体育老师都很高兴 拉着阿里拍照 可阿里却满眼泪水 悔恨地看着季军的奖品 她不过只是想得到第三名 可为什么会那么难 回到家里 妹妹从哥哥的表情里 看明白了一切 她伤心地跑了 阿里脱下了已经磨烂的球鞋 将双脚泡在水里 另一边 爸爸下班了 车子的后面 放着两双给兄妹俩买的新鞋子 影片到此结束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亲 不要忘了关注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